大家好,今天来做一个最近超级活的马蜀蛋挞,真的特别好吃 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 先来做马蜀部分,把屏幕上的食材按照比例倒入到大碗中,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至没有干粉的状态 再来用滤网过滤一遍,这样口感会更加的细腻 锅中加适量的清水,把壁子放上去,再把糯米糊放上去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防止水蒸气滴落 盘盖子蒸大概20分钟左右 今天用到的这个是多功能空气炸锅,可蒸可煎可煮,还可以当空气炸锅用 再来做一个蛋挞液,按照屏幕上的食材和比例混合在一起 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,过滤到凉杯里 这个时间我们的马蜀部分也蒸好了 蒸至里面没有白芯,说明已经熟了 趁热加入10克黄油,揉均匀 来看一下我们的马蜀部分,拉丝效果特别的好 这样做的马蜀还可以用来做雪梅娘 揉至光滑就可以了 食材全部准备好之后,炸篮中放入6个蛋挞皮 再放入15克马蜀 倒入适量的蛋挞液 准备的食材可以做12个马蜀蛋挞 再来把汤锅拿下去,把炸篮放上去 盖上盖子调至200度,烤20分钟 这样我们的马蜀蛋挞就烤好了 来看一下这色子,非常的漂亮 有没有馋到你呢? 再来听一下的声音,特别的酥脆 吃起来香甜,拉丝 谢谢大家